本周五晚上,中国好声音2021将迎来决赛业 决赛业往前面比赛不同 不再是录播节目,而是选择现场直播形式进行 可以说往季中国好声音决赛业都备受网友的关注 本季也不例外 不过中国好声音2021进入总决赛的五强学员就备受争议 虽然王金文目前人气最高 但很多网友认为他有失误 还能进入总决赛是最大的黑幕 并且有很多的网友认为 在确保战队有一人进入五强参加总决赛的情况下 李永浩战队王红浩比王金文更适合进入总决赛 除过他之外 被认为本季最大黑马的姚小棠 进入总决赛遭到了很多质疑 在忙着仅有助教导师黄肖云转身的他 在十一进八的比赛中拿到了专业评审满票 就遭到了质疑 而在他进入五强后 有很多网友更是直言 他进入五强是最大的黑幕 目前五强学员已经出炉了 并且在本周五将开启总冠军的争夺 让我们一起期待结果即可 而节目为了收视率 同时也是为了庆祝中国好声音十周年 今年的决赛业和以往相比有很多的变化 首先是场地发生变化 并且增加了分会场 由于鸟巢正在准备2022冬奥会 所以本季中国好声音无法在鸟巢进行 因此将地点换到了杭州 而分会场的分别为武汉北京深圳和上海 可以说每个分会场在今年都有特殊的意义 提到晚会分会场 不得不说出过每年的央视春晚 没有哪档节目晚会会有分会场的 而中国好声音创造了记录 其次邀请网纪导师回归 中国好声音举办了10年 总共有16位导师 他们分别是刘欢 纳音 杨坤 于晨 欣 汪峰 张惠妹 琪琴 周杰伦 陈奕迅 谢霆锋 李健 王力宏 李永浩 李宇春 李克勤 廖昌 永 除过本季思维导师 还有12位导师 而在节目组官宣网级导师会回归后 网友纷纷猜测回归导师都有谁 其中最受网友期待的几位导师 为纳音 周杰伦 于晨庆 李健 和谢霆锋 最后所有导师全部回归 肯定不可能 也就是个别导师 但那些导师回归 值得期待 除此之外 本季被淘汰 学员以及网级优秀学员 肯定都会有回归 参加十周年决赛业 无论哪些导师回归 都非常值得期待 好声音 本周五总决赛业 冠军成迷 历届冠军 网友 竞技的三人 中国好声音 2021将于本周五的总决赛业 决出总冠军 但目前冠军 中归属 还是个谜 而这当已经做了 十周年的音乐节目 一直以来都深受观众的关注 虽然本季口碑很差 但每周收视率都能够夺冠 因此也可以看出 观众对本季节目差评 虽然很多 但依然还是十分的关注 中国好声音2021决赛业 还有一天就要直播进行 而冠军成迷 我们不妨先来盘点一下历届好声音冠军们的现状 九季节目九位冠军 如今被网友依然记得的仅有三人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过去九季的冠军 分别是 第一季梁博 第二季李奇 第三季张碧晨 第四季张磊 第五季蒋敦豪 第六季扎西平措 第七季蛋泽尼玛 第八季行寒鸣 第九季善一纯 九位学员除过行寒鸣夺冠 被观众的质疑有黑幕之外 其余八位学员参加节目时 人性都很刚 能够夺冠的观众暂时没有什么争议 不过九位学员如今发展如何呢 其实夺冠后每位学员发展都不同 目前活跃在歌坛 并且能够被网友记得叫出名字的学员 仅有三位 第一位善一纯 善一纯是去年的冠军学员 她被称为大魔王级别的选手 去年凭借着一首永不失联的爱成功出圈 并且一路没有败记 直接冲进总决赛夺得了冠军 她还一名在校学生夺冠后人气暴增 她并没有先暂停唱歌 而是一边完成学业 一边的参加各大综艺活动 根据不完全统计 她在夺冠后呢 截止目前已经参加过十多档综艺 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们的歌》 第二位张碧成 张碧成呢是第三季那一战队的学员 并且呢和目前非常火的周深 是同时参加的比赛 并且都在统一战队 而在夺冠后 张碧成和善一纯有些像 虽然呢参加的综艺不多 但发表了多首自己的单曲 并为很多经典有时间演唱主题曲 而在今年她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担任导师助教 在节目组呢 虽然只是助教 但她的表现呢还不错 并且目前呢 她和善一纯在参加同档节目《我们的歌》 在节目中呢和中国好声音导师齐情合作表演 给观众留下了经典印象 也有网友表示 她俩的组合呢 直接回到了七年前的好声音舞台 第三位梁博 梁博呢是地级中国好声音的学员 当时加入的是纳英战队 她被称为是最大的黑马 夺冠后人气飙升 资源呢也有很多 不过呢她并没有陈胜追击 拒绝了导师介绍的资源 因此也消失了好几年 她消失后 网友对她众说纷纭 有网友呢认为她拒绝了导师的资源 遭到了封杀 也有网友呢表示 她参加比赛时唱坏了嗓子 因此呢退出了歌坛 直到2017年梁博参加 《我是歌手》再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2019年带着原创歌曲 参加《我是唱作人》 彻底征服观众 而梁博呢也有回应过 消失那段时间去干嘛了 并不是遭到了封杀 也不是身体原因 而是呢前往美国选择进修 进修完成后便回到了国家 不过她不喜欢参加综艺节目 也没有再参加比赛 参加为数不多的几个综艺节目呢 都是歌曲节目 可以看出呢她只想安心做音乐 《中国好声音》呢已经播出了十年 除过本季冠军归属 还不确定之外 前九季的冠军学员呢 未必就能够在娱乐圈呢 闯出什么名堂 反观周深吴莫愁 极客俊逸平安等人 目前人气非常高 并且呢得到了大众的肯定 所以呢本季最终夺冠人选是谁 并没有多大影响 夺冠后能否活跃在娱乐圈 才是重要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